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4号星期一 石家庄解封了 当然有人说石家庄就成为了中国新冠疫情放开的一个实验田 当然这么说我觉得还比较 就是说从实际出发 有一些时候就比较难听了 说石家庄不要脸 不防疫了完全放开了 然后药签不要命 要经历不了 之前我就说中国就这样 就是说它清零的时候有人骂 解封了之后这儿有人骂 咱先看看一些小伙伴给我发来的一些消息 说今天最新消息石家庄已经放开了 不再进行免费核酸检测 然后撤离核酸点 公共场所也不再需要核酸结果了 因为也不跟你做了 然后也不查了 然后连疫情的涉及场所都不再公布 也不公布了 也不说了 就不管了 说听说说你要想做核酸 只能去特定医院自费做 没有免费做了 但是你不做也没人管 因为也不再看绿码黄码什么都不看了 所以做不做也没人管 然后昨天还不让开学 白天小区还封着 到了昨天晚上突然就全部都解封了 然后幼儿园让今天去上学 也不看红利码也不看核酸什么都不看了 就去上学就行了 幼儿园什么的都让去了 那有人就问那你们去了吗 他说我们没有去 他说我们这个月我们都不去了 都不去了 说有人说班里只有五个学生去了 全班几十个学生只有五个去了 剩下都说什么胳膊疼牙疼 腿疼 屁股疼 脑里疼 耳朵疼 就不去 说昨天班级家长群还统计 说最后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说 他们就在聊天 聊天 另外一个说 说我们班也是 说他们班不去了五个 只有五个学生去了 甚至都不去 他说另外一个说 他说我们昨天也是班级家长群统计 说一个班算是我们家 只还有 就是说就还有另外一家 就我们两家 敢把孩子送到学校上课 他说不过也好 就这样还能正常上课 就这样 而且可以享受一把VIP待遇 几个老师 然后就去了两个学生 教俩学生 然后另外一个说 说石家商成为了中国 疫情放开的实验田 政府公开信说 说每个人的健康 每个人自己负责 家长各种给孩子请假 不去上学 说太猛了 说这是新时代的五四运动 罢课 抗议政府 不防疫 罢课 但这个也是开玩笑 也是开玩笑 他后面发了笑哭脸 所以是开玩笑的 再说石家庄政府的公开信 给你看一下 石家庄政府 全体市民的一封公开信 人家他这里边就光把那一句话摘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不太好 我希望大家要给政府一点点这种宽松的余地 因为石家庄率先去放开去躺平 因为你们不是呼吁要放开 是不是咱怎么回事 然后你们想要放开想要躺平 对不对 不一直都是呼吁放开躺平 我们去投票 最后只有10%的人还支持清零 对不对 后来40%都是支持躺平 还有39%支持就是说适度的防疫 对吧 反正大家都是支持躺平 那在出来之后就不要骂 因为你骂的这么难听之后 石家庄这么一做被骂成个猪头一样 那就缩回去了 对不对 我说中国防疫的躺平 肯定是他要放三天收两天的 要收一收的 现在中央不收 但是老百姓你不要再骂了 你再骂的话 骂了他胆小了 对不对 本来别的省市的 一看石家庄放开了 他也想放开了 结果你们都在骂说要钱不要命 政府不管了 都交给老百姓了 然后别的城市一看 要不我们再等等 是不是 你就不敢放开了 所以政府现在要放开 你们要鼓励他 政府做的对 做的好 我们支持 这样他才敢放开手要去做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市民不要过度恐慌 然后不要去骂政府 对不对 忽悠了我们忽悠了两三年 要搞群立免疫 要搞放开 对不对 我们也知道放开之后会有一些问题 不过但是没关系 网上我们不是搞了投票了 小伙伴 投票小伙伴都认为清零死的人更多 放开死的人少 咱们再说 咱等放开 不过我觉得有一点问题 有小伙伴说 不管如何 老共都不会承认死了很多人 所以 对 咱看 治全体市民的一封信 他说 广大市民朋友 当前 新冠病毒仍在持续变异 全球疫情处于流行态势 国内新发疫情不断出现 他前面来讲 基本上还都是承认的 承认这个东西 然后第一段 后面什么毫不松懈 合力攻坚等等的 这说了一堆没有用 咱看第二段 他说第二段 日前说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公布了 进一步优化 疫情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 这当然我也说了 他当然他高举 就是说这个动态清零 这个旗帜不能倒 但是下面说 我们要科学防疫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个旗帜是不可能 这个旗帜只要习近平 带这个旗帜倒不了 但是下面就是说 用的方法再改变 他这里也强调了 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就改了 改了之后 他就说了 我们市委市政府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就是说 坚持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重 发展的要安全 全面落实 反正等等等等的 就那意思 这是从习主席那儿来的 就说这个疫情也要防 但是经济也要稳重 所以我们就要适当的 搞一些科学精准防疫 但是杜泰清廷大旗不倒 这个就肯定 如果你要想他 就是说有一天 中国政府出来跟你说 我对不起你 我杜泰清廷错了 我就不可能 他就不现实 对不对 所以上次他们 10月5号一开会 我就说了 我说这个会的话 其实已经足可以了 口风已经变了 对不对 好吧 然后他就说 民有所乎 我有所应 老百姓都呼吁要躺平 要解封 好 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 坚持人民至上 就是说你们人民不要这个 那我们就来了 所以要实施常态化疫情防护 等等等等的 反正这意思就是说 要做到更精准的去防疫 不要一点切 措施要更有效 群众要更满意 社会的要更可承受 这口风不就在变 对不对 然后最后 这是到第四段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所以那意思呢 你也是要 还是要靠自己 对不对 因为要放开了 但是你们闹放开吗 那就给你放开了 对不对 所以广大市民要充分认识 就是说 我们现在搞的这个措施 是精准防疫 不是不防疫了 并不是放松防控 更不是放开躺平 你们不要这样 你们这么骂我 我重新给你压 都给你们关起来 给你们封起来 他没说这话 我就说这意思 所以反正就 大体就这么个意思 你们自己 这个网上都能搜索照 你们想看自己去搜索 好不好 所以我就说 你要给他一点点空间 不然的话 你们都骂他明天 咔一下 直接又再给你们封起来 我跟你说 你们到时候就不骂了 你们到时候 又要反过来骂了 对吧 好不好 然后再来看 这个 胡锡进 胡锡进在这个微博上发了 他说呢 这个呢 像是段子 又不像是啊 请石家庄的朋友呢 帮着这个甄别一下 胡锡进说 说怎么回事呢 这个石家庄的朋友呢 发了这个东西 胡锡进发的 说呢 这是石家庄朋友 发的啊 朋友圈啊 说忙完了一天啊 在工作回来的路上 我总结一下 今天和三天前 石家庄人民的思想的巨大的反差 啊 一啊 三天前啊 石家庄人民都说 赶快给我解封啊 我要出去 你们不能再关我了 啊 说不是说吗 你们再封着我 我就拿煤气炉 把房子把楼炸了 啊 在这里没有啊 没有 这个网上有有有这么说的 这个这里没有啊 是吧 抓紧解封我要出去啊 今天能不能 到这三天前啊 走到了今天啊 同样人又说了说 政府能不能再多控制几天 等好转了再解封 我出去就没有什么事 我不着急嘛 哈哈 然后第二 说三天前啊 国家市民说 说孩子为什么还不开学 这一年到头也没学到什么 光在家跟孩子生气了啊 说今天 同样的市民说 说空气这么不好 怎么能开学呢啊 学不学的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作业不会生什么气啊 啊 孩子还小 慢慢就会了 还能真生气吗 啊 然后呢 第三 他说让我突然想到了九十年代 比较时髦的一句话 说人呢 他总是不珍惜现在 只有失去了 才会后悔当初 为什么不珍惜 然后是笑哭脸 好吧 他说有情的提醒啊 他说一个班的这个家长 当你们给孩子请假的时候 能不能先商量一下 或者别跟上一个家长的理由一样 一个班啊 十个脚疼 八个腿疼 六个牙疼 四个肩膀疼的 半个月没上 半个月没开学了 你们在家是把孩子打成什么样了 哈哈 你就不能等第二天早上跟老师说 说老师啊 我也半个月没出门了 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呢 我突然迷路了 找不着学校大门了 这是一个 然后呢 等会我看看 哎 怎么回事错了 哎 这跑哪去了 等会看看 能不能从这再再开 后面 后面还有一个 后面还有一个 这个在这儿 啊 这是学校 在那个家长群里边 请假 他们有 这是一个一个的说 谁谁不能返校 腿疼 谁谁不能返校 胳膊疼 谁谁不能返校 胳膊疼 腿疼 耳朵疼 牙疼 隔壁疼 牙疼 腿疼 脚疼 脚疼 脚崩了啊 说这个呃 什么手疼 牙疼 啊 额疼 脚疼 那个说谁谁的妈妈 那个脚疼 不能返校 哈哈哈哈哈哈 说腿疼 腿疼 最后一共三十一个都不能返校 你说一个班一个 当然他没有还要翻了啊 他有名字都给你划掉了 不让他看名字啊 这个保护一下隐私 哎 这个东西反正怎么怎么说呢 这个之前我们也说到了 这个老共吧 反正都是这样 现在这个海外自媒体 最近这两天我看还没有那个 还没有反应过来 还没转过来 你相信我过几天 这个海外的这帮这个 反共反华的媒体就开始骂了 说不要连啊 要经济 不要人命啊 防疫也不管了 政府什么都不管了 都叫老百姓了啊 什么时候都叫老百姓自己来啊 太不要连了 哎 这个我早就想到了啊 这个东西就反正就 就是这样 这个中国嘛 不就不就不就那么个意思嘛 对不对 呃所以呢 我呢呼吁老百姓 当然我我认为呢 这个实际上政府呢 不要怕啊 以我对中国老百姓的了解啊 我相信很快 你你你解放 刚解放这几天 他他不适应 过一天他玩开了 玩高兴了啊 啊 然后呢 这个他适应了 他他就就没事了 然后老百姓们呢 我呼吁呢 就是说不要骂 还有呢 这个海外的反华反共的这些人 人们呢 我觉得这个法轮功的大卫们呢 也是就是收一收 不要骂 你一到过来骂他过两天 他又疯了 老百姓看着怪你们了 都因为你们骂的 那看着 本来本来要解封了 因为你们天天在这骂 骂了他不敢解封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说 我经常说那句话 就是说中国做错了 我们批评做对了 我们要鼓励 那现在解封我认为是好的 就应该早该解封了 从2000年我就喊解封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呢 多给予肯定和支持 啊 不要呢 搞什么罢工罢科 解封了 我不上科 我腿疼牙疼胳膊疼 你还有哪疼 对不对 背疼 为什么没有人说背疼呢 对不对 说这个意思 好不好 反正呢 不管怎么着吧 这个二大之前呢 我们就说二大之后呢 就开始陆陆续续续就开始搞 那现在呢 反正就是群体免疫了 呃 未来几个月呢 肯定就是搞一个群体免疫 我估计到最后结束的话 呃 我不说嘛 过完春节清明前后 差不多就就结束了 这跟我整个预计的 完全是一门一样的 可以说对吧 整个呃 照着我的这个剧本走 这个看来这个习名同志呢 即时收定生态死农季 死农季呢 还是有所收获的 呃 说这个意思 好吧 我觉得呢 既然做对了 我希望大家呢 呃 多鼓励啊 多肯定 多支持 不然的话呢 其他的一些呃 政府呢 地级是什么的 他不敢做 对不对 你看他石家中这么一做之后 老百姓多欢呼雀跃 对不对 呃 呃 当然 当然了 我们也承认一点 就不是说解封了 就就完事了 解封有解封的这个问题 呃 小孩子们之间呢 肯定到时候呢 会这个传播这个病毒 呃 不过呢 我们也看到了 在美国这边呢 18岁以下的死亡率 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呢 没有任何一个年纪段 是百分之百无死亡的 没有啊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 就是说一岁以下的 都有得新冠死亡的啊 但是年轻人呢 这个死亡率呢 非常非常的低 那这个概率呢 基本上跟你买这个彩票 中这个五百万 这概率差不多了啊 所以呢 就说 嗯 还好 但是小孩子里边呢 也会有一些小孩子 呃 有一些后遗症 但这个后遗症呢 通常我看 就是说三个月到半年 都能解决 那主要的后遗症 我看就集中了就是两点 一个呢 有的是失去嗅觉 有的失去味觉 就是闻味 闻不出香臭来 有的吃东西呢 吃不出这个 这个 这个 呃 嚼辣 就跟那个嚼辣一样 没有没有没有味道啊 所以呢 就是这个 呃 但是通常这个来讲呢 一般持续时间也不是很长 一般就是说 呃 三个月到半年 三个月到半年之后呢 大多数啊都可以呢 这个恢复正常 呃 我们有个小伙伴 第二 他的这个姥姥是在美国啊 得了这个新冠了 得了新冠之后呢 后来呃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失聪 就听不见了 耳朵听不见了 后来就看了医生 医生说这个新冠损伤了这个神经 然后呢 就找了家庭医生 然后呢 就说那转转科吧 家庭医生说不用转转科 回家养养养两天 帮帮可能就好了 然后呢 就觉得他就这个 觉得这个家庭医生都是吃了大夫啊 不过他后来呢 过两天呢也是 哎 就是说嗯 能哎呦 就今天能听见的没有听不见了 反反复复的 但是的确是见好 刚开始有一阵就完全听不见 后来有一阵能听 有一阵听不见 反正就是在这个 在反复 但是呢看这个意思呢 应该最后呢 也还是能够这个恢复的 应该也都是这个展示性的啊 会有一些这个后遗症 但是大体上来讲 呃 我看没有谁 就是说好像是一直有这个后遗症 持续不断的 好像我看呃 我还没看到 那这样有的人就持续的时间长点 有人短一点而已 呃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 很多小伙伴呢 就是问我能不能在美国买什么新冠的特效药 新冠到目前来讲 没有什么特别有巧的特效药 嗯 实际上是 嗯 实际上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呢 还是要靠自己的这个免疫去走 呃 但是恐怕呢 就是没有办法 然后呢 如果你不放心呢 我曾经说过就是打疫苗啊 呃 我看这个疫苗呢 打那个加强针之后呢 的确呢 是管重啊 他是他是有是有效的 看这统计数据 我们也都看到 你在网上你可以你也可以搜 你马上你可以搜一下 你搜这个呃 新冠这个疫苗加强针呃 之后的这个统计数据 网上都能搜到 你自己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 呃 也就是这样子的 其他的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那有一些小伙呢 就是说为他的这个 父母 有的父母年纪比较大了 啊 又有一些基础病 身体又不好 有糖尿病的 有高血压的 有各种的啊 那这个东西呢 就没有办法 就是说解封呢 有 我经常都说清零有清零的问题 解封有解封的问题 那只能呢 就是说 对 不过这个小伙伴们不都说吗 说这个清零死的人更多 你这么想呢 可能能够稍微好一点 就只能就是坦然的去去面对了 好吧 那这些事情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